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尊敬的推友们,网友们,大家好 这是文贵5月15号的报平安直播 刚刚的YouTube几次已经在评论显示 YouTube崩溃了 YouTube崩溃了 文贵也没崩溃呢,YouTube崩溃了,挺吓人的 然后呢,刚刚呢,哎呀,这网也断,那网也断 现在我真是成了,我看全世界上最招引这种攻击的人物了 实在是没想到啊,过去的两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们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 这个特别是周末,大家都休息了 但是说实在话,我说周末是更忙 更忙,就在上这个节目之前 我是五点起来的,然后呢,这个中间啊,这是无数个电话 特别是重要电话都要接,那我就回电话 特别其中一位老领导,就给我捞得半天,一二十分钟 说文贵啊,现在让你搞得这鸡犬不宁 我们睡个觉都睡不好,现在我们睡午觉都得开着门 都不敢提睡午觉这个词了,再加这属于敏感词,都不敢说了 他说你看这个睡午觉的事情,大家一说都笑 要么不敢说,这个特别是有些单位领导 这个说回去午休一会儿的话都不敢说了,这个很多抱怨 同时呢,也有敏感词,啥是,该吃吃该喝喝,啥是过往行李哥 这词也成敏感词了,这个另外一个现在岳文海啊,先生 黄燕女士,这都成了这个关键词了 这个王恩哥先生也成了关键词了,朱山路先生也成了关键词了 所以回家里边以后都问,你认不认识朱山路啊? 你认不认识这个王恩哥先生啊?你认不认识岳文海啊? 你认不认识黄燕?都问 说你看王恩哥,你把这事给搞了 大家因为他把事情都给,他弄着生活不得安宁 真的很抱歉啊,非常抱歉 文贵也不想这样的,我也没想到这些词能那么火呀,是吧? 没想到的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老领导一再提到的是 这两天北京一代录的会,大家都在忙活准备会呢 没时间管别的事儿,但是呢,都在关注着我的这个Twitter 还有的YouTube,大家要冒什么妖蛾子出来说 我说我们怎么成妖蛾子了呢? 还有就是,大家特别的在乎北大的事儿啊 这个北大的事儿啊,那么很震惊 特别是我提到的朱山路这个先生的这些事儿 他们有耳闻,有耳闻 但是呢,他们也知道 这个事情那么具体啊,这个能说出来就我了 而且特别惊讶的事情,特别惊讶 就是说这些学生啊,还有这个特招生啊 和北大房政集团这种关系啊 因为基本上,各省都有这个北大出去的干部啊,领导 这个朱山路他们这人就是,每天都往上跑来跑去 就都拉皮条,这个输送女学生 然后再搞特招生,然后要像要地 然后替这个,几个上述公司搞牌照 所以说,北大方政集团是中国全牌照的金融空谱集团 全是以北大的俩字名誉 那离久是算什么啊,人怎么会理他呢 那么,大家都感到很惊讶 那么,同时啊,由于这个北大的事情 也引起了各种方面的争议 特别是最近,这个,除了特招生 和北大方政集团非法脸钱的事儿 就是现在方政集团的很多项目 很多项目,大家全傻了 就各省的省领导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下去的项目 因为还有上万木地还没开发 像那个北大国际医院 这样的项目该怎么进行下去 大家都得议论之中 因为实际上都知道这事儿 只是文贵把它给点出来了而已 那么现在大家该怎么面对呢 有的领导说不用理他 过了一个月,两个月,这事儿就过去了 瞎闹的,就是一贯的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事情 大家认为通过时间,全部可以冷掉 通过时间,全部可以消化 都是这个想法 一个月,两个月,肯定这事儿就结束了 不用往心里去,我得看看屏幕 我今天前面放个屏幕 我给你看看屏幕 你说这都什么呀 确实是啊,我们的雷洋事件也好 如洲事件也好 我们的所有的什么事件 只要经过时间,一给你转移视线 过,全过 咱们这老百姓啊,这个脾性啊 咱们这个脾性啊 被人家摸得透透的 什么老兵事儿大不大 那退伏老兵不都是闹着 一星期不都回家了吗?能怎么着? 有啥了不起的? 这是所有领导的 想法 没啥了不起 郭文贵的爆料也就一段时间 热乎一段时间过了 这事儿也没人关注了 哎呀,说实在的 这就是文贵为什么说要有三年的时间呢? 三年是很重要的 任何事情,时间是很重要的 没有经历过时间考验的爱情 事业,友情,事情都不是有质量的 甚至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甚至它的经过期推敲的 这是为什么我说需要三年呢? 三年是很重要的 不能让他们想象一个月两月三月的过去 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 就是这几天黄燕女士的事情 简直是疯了 疯了 头一段的爆料 除了海航事件 引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波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黄燕的事情 引起了巨大的风波 北大的事情引起了巨大的风波 特别是各地产开发商 很多都是我朋友 这些朋友 都是各方面跟我联系 绝大多数都是希望不要说到他们 但是更重要的 有一些人是真害怕的 因为这里的猫 我把这个结束再开一个吧 这个一下花点几近五千多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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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